好同学们欢迎回来那就跟着飞飞老师一起来看这段文章吧 David asked the volleyball star Cindy Smith about her eating habits 那么同学们这个ask肯定是问的意思 考的什么词组呢 词组在这儿你注意到了吗 有人老师你怎么一眼就能找到他要接的借词呢 因为我背过这个词组 所以当我看到ask的时候我就要看到后面加什么借词 才能决定着ask这种翻译 对于初中的同学来说 ask有三个词组 那我们必须要多记住啊 第一个就是本课学的词组叫做ask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什么叫about啊 关于的意思啊 问某人关于某事 我一般就发现成询问某人某事 或者问某人某事的意思 咱们中文一般不愿意在这儿加 就问某人某事就行了 英文得加个about 比如可以问什么呀 我问老师关于篮球的规则 到底是我投哪个篮 算赢同学们 那怎么说 I ask 一起想想啊动动脑子 我的老师 my teacher 关于这个篮球的规则 about 注意这词 the规则会说吗 R-U-L-E 跟我读一下 其他规则 斗地主的规则 the rule of basketball 没问题吧 或者你看这些游客在问警察什么呀 问那个 比如举个例子 去哪了哪的路 去远的路都可以 they ask 他们问 警察 the policeman 关于 about the way 或者the road 去哪哪都路 用哪个借词啊 the way to 比如去远的路 the way to hospital and they ask the policeman about the way to hospital about how to go to hospital 没问题吧 那同学们 ask 还可以加 那个四桌 四桌 上场 如果你ask somebody 后面 不加 about 加的是 for的话 什么叫for啊 为了的意思吧 为了什么而问 注意 要这么翻译了 接下来 向某人 所要某 或者要什么东西 向某人 要什么东西 每天早上 我必须要六点就 到学校 在老师进门之前 抄别的同学的作业 很辛苦 结果老师 七点 保证进场 进场的第一件事 就是 the teacher ask me for my homework 为了我的作业 他问 你写了吗 写了吗 中文叫什么 老师 管我要作业呢 向某人 所要某 于是我无视老师的话 说老师 想要作业可以啊 你把你手机还给我 这个太狠了 我向老师 要我的手机 怎么说 I ask my teacher 注意介词 for my phone 如果这就是 向老师 要手机 如果你突然写着 about 都是什么意思了 那就是 我询问老师 关于我手机的状况 老师 我手机 算计算得好吗 有没有坏啊 你是不是又把手机 给你弟弟了 那整成这意思了 真正是 I ask my teacher for the phone 而同学们 这怎么理解啊 They are asking the policeman for help 他们向警察 所要的是 帮助 就这英文的一个固定词组了 叫ask somebody for help 他的意思就叫做 向谁谁谁 求助的意思 求助啊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向你的老师求助 You can ask your teacher for help 有任何问题 找民警 ask the policeman for help 有问题向我求助啊 You can ask me for help 向妈妈要钱 怎么说啊 ask my mother for money 这就是 ask for 第二个词组了 第三个词组 也是 ask somebody 这回既不叫 about 也不叫for 叫什么呢 ask somebody 土度 怎么翻译 很好 叫做让某人 去做某事 要求某人 去做某事 让某人 去做某事 都行 老师让我们 天天背单词 my teacher ask us to remember new earth every day my mother ask me to buy some fruit 什么意思 妈妈看我闲 妈妈 不是笨啊 直接就让我 去买些水果 那么同学们 老师让我 留在教室 谁让我不写作业呢 my teacher ask 我 me 去干嘛 待在教室 to stay in the classroom 没问题吧 那同学们 今天的词组 我立马就看到 就是ask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问这个篮球 排球明星 关于什么呢 不问人排球 问人家 eating habits 重点名词上场 啥叫habit 很好 习惯 一起来 habit 再来一遍 habit 它的意思叫做 习惯 咱们老说什么 漏习啊 或者一个好习惯 好习惯 自然叫 a good habit eating too much is not a good habit 吃太多 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老师为什么加安静 因为你要不加安静 就有俩动词连用了 那跟习惯的核心次组 不就这些吗 我们要培养一个好习惯 养成一个好习惯 明文咱们表达养成 难道也要使用养动 或者养花 那个养吗 不是 英文这个也挺好理解 它叫做 for into the habit of 挺难记 但好理解 for是什么意思 坠落 你要养这习惯 就坠落进这个习惯里 而不能自拔 不就叫做养成了一个 什么什么习惯吗 我养成了一回家 就写作业的习惯 I fall into the habit of doing my homework when I get home 挺简单的 还能养成什么习惯啊 I fall into the habit of reading everyday 这次后面 只加doing 我养成什么习惯 每天阅读的习惯 老师我也养成了 每天阅读的习惯 我向您推荐 每天晚上都要读读英文字典 我说挺好的呀 不读字典真睡不着 一读字典五分钟就睡着了 当然举个例子 有些同学怕自己睡不着 天天北英语单词到晚上 一倍就睡着 而且怕着都能睡着 这个不太好 当然 我养成泡澡的习惯 他们说天天泡澡可以美白 买了一堆牛奶 所以咱们写 叫I 坠落 for into 的 别忘了的 habit of 泡澡 泡澡还记得吗 have a bath 然后你得加NG 叫having a bath 我养成everyday 每天泡澡的习惯 还是养成 我养成了吃水果的习惯 能说出来吗 I fall into the habit of eating fruit 水果可数吗 不可数名字啊 蔬菜可数 水果不可数 就这么不讲道理 不可数 eating fruit 打我养成吃蔬菜习惯 I fall into the habit of eating vegetables 很习惯 那么同学们 我养成了吸烟的习惯 坏习惯也可以啊 I fall into the habit of smoking 不过坏习惯 就别养成了 我们叫什么坏习惯 改掉坏习惯 哪个词呢 打破那个词 很好 叫break 也可以说这习惯 我把它踢掉 我把它扣语 踢会说吗 叫kick 这俩都行啊 break the habit of 或者kick the habit of 我踢掉 戒掉了吸烟的习惯 I break the habit of smoking I kick 踢掉 the habit of smoking 我戒掉了这个 这个睡得很晚的 晚睡的习惯 睡晚不好睡觉 sleep late 那于是我就可以说 I break the habit of sleeping late I break I break kick the habit of sleeping late 这都是好习惯的养成 和坏习惯的改掉 那同学们 这个词跟我读一下 habit 可数吗 自己想一想 到底可数吗 看它怎么写的 你就知道了 现在这个c 它表示可数名词 一个好习惯 叫a good habit 俩习惯 我有俩习惯 一个是裸睡 当然说裸睡挺好 第二是梦游 当然同学们 这就不好了 这玩意不就成裸奔了吗 只不过不奔跑而已 但是I have two bad habits 我有两个坏的习惯 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一喜欢裸睡 第二喜欢梦游 当然同学们 这个挺吓人的 所以同学们 two habits 于是问人这个 他的什么习惯呢 饮食习惯呗 于是开始了 Hello Cindy What do you like for breakfast 对于这个早餐 你一般都吃什么 Oh I love fruit 我喜欢水果 I think it's healthy 我认为水果怎么样呢 跟我读一下 healthy 重点形容词 它的意思叫做 很好 健康的 是个形容词 跟我读一下起来 healthy 跟我读一下 healthy 一外这位是一个形容词 健康的 白晓得这位 形容词是什么的词啊 名词的词 一般修饰名词 放在名词的前面 后面啊 肯定是前面吧 所以我可以说 这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那就是 healthy he child 放在名词前面 修饰名词 为什么健康啊 因为它总是吃健康食品 怎么说 healthy food 希望词第一个位置 放在名词的前面 还有第二个位置 放在 细动词的后面 细动词 咱们目前选择 amiza 这三个词吧 比如他很健康 我就可以说 he is healthy 你看 这时候 用了一个 b动词 一般的动词 加副词 而amiza 需要加形容词的 所以他的生活 为什么健康 他的生活方式 很健康 生活方式叫 lifestyle 我们叫he is lifestyle 生活的方式 he is very healthy 这就是形容词 那么词组 保持健康 怎么说呀 我们来学第二个 细动词 保持 这个词 叫keep 它后面 也永远加形容词 保持健康 叫做 keep healthy 心保持放松啊 没什么事 你不就被压到 大楼底下了吗 保持放松 怎么说呀 keep relaxed 我们只加形容词 我很难一直保持兴奋 it's hard to keep excited 没问题吧 这叫keep healthy 保持健康 跟我读一下 keep healthy 再来一遍 keep healthy 所以记住keep 它也是一个系统词 后面要加形容词的 当然注意形容词 如何变名词 健康的变成健康 把the去掉 名词很简单 把y去就行了 一起来 health 再来一遍 health 名词 health 它的意思就叫做 健康 那他我健康很好 或他健康 she has a good health 他有一个很好的健康 对不对 他有一个很好健康 他有一个好习惯 叫做she has a good habit 没有问题 他有一个好健康 可不可以这样说 绝对不行 记住中考开考 因为健康了 为什么 怎么数啊 一个健康 俩健康 还是一俩健康 数不出来啊 三块钱一斤 六块钱两斤 不能撑啊 同学们 所以大个U 不可数名词 所以怎么看 你把鹅给我去了 不可数 叫什么鹅 还不让去 对 she has good health 他有很好的健康 she has good health 那健康不好 she has bad health 就行了 那你也可以说 exercise is good for health 锻炼 对于健康 很有益 注意啊 健康 不要加饿 但真正用health的话 一般会这样说 表示健康 既可以用healthy 也可以用词词 叫做 be in good health 他很健康 he is healthy 也可以说 he is in good health 处于好的健康中 他不太健康 he is not healthy 也可以说 he is in poor health be in good health be in poor health 叫做健康 你不健康 我的哥很健康 我的哥 还就是哥 怎么说吗 我的什么brother my elder brother 好 词读 he is 你处于好的健康中 就是健康 he is in good health 不要后面自作聪明 加S 前面也不要加饿 那么当然 大家看看 江苏眷的中考地 就考了一个 给首次母健康 Work in the factory all these years 这么多年在工厂工作 动名词 has damage 已经破坏了 seriously的意思 严重的破坏了 他的健康吧 既然都破坏了 后面得是一个名词吧 所以答案是 HEALTH 再给我读一下 health 再来一遍 health 那同学们 那照顾就明白了 I love fruit 这个eat 只能是上一句的 水果吧 因为fruit is healthy 水果很健康 healthy food OK so what fruit do you like 那你喜欢什么水果呢 do you like bananas 喜欢香蕉 well I don't like bananas 我不喜欢香蕉 but like oranges and apples 我喜欢橙子和苹果 还挑一挑 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 what about lunch 重点自主 what about 也可以写成how about 它的意思是 什么什么 怎么样呢 表现一句样 那午餐又如何呢 你早餐吃午餐呢 那do you like salad 你喜欢沙拉吗 他说 oh yes I really like it 是的 我真的很喜欢 他到底是午餐 还是指沙拉 只能指上一个句子 上一句子这儿吧 我真的很喜欢沙拉 and do you like hamburgers for dinner 晚餐喜不喜欢吃 汉堡包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dinner lunch 早餐怎么说 叫breakfast 前面都没有什么呀 恶安得 集中 几句话 三餐无贯词 三餐无贯词 啥意思啊 吃早餐怎么说 叫做have for breakfast 你也别问我可不可数 就不一家贯词 have breakfast 我说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英文就叫做 lunch is ready 就完了 我讨厌吃晚餐 长胖 I hate dinner 不许说I hate dinners 也不许说I hate a dinner 三餐前面 零关资 所以你关注他去 for breakfast 或者你看他去 what about lunch 不说what about the lunch 说什么for dinner oh they are not healthy 你请问这得累 是谁 只能指上一集中的 复数吧 第一那明显是单数 所以说汉堡包 不是很健康 这是确实的啊 前一段飞飞楼开个电视 说肯德基一个 基督汉堡的热量 吃完了 就满足你全天所需的 全部热量了 你就说吧 吃一期的汉堡之后 你哪怕再喝点饮料 它都长肉了 所以呢 尽量小吃 有些同学 以前能吃九个汉堡 最后长得跟汉堡一样 还是至尊型的 这多吓人啊 so they are not healthy 不健康 I like chicken for dinner 晚餐我喜欢吃鸡肉 Well one last question 最后一个问题 Do you eat ice cream after dinner 你看是不是也没有加德 三晚饭后 是不是吃冰淇淋啊 I like ice cream But I don't eat it 我喜欢吃冰淇淋 但我一般不吃它 为什么呀 I don't want to be fat 我不想变得非常的胖 挺简单的一篇文章吧 如果记你觉得简单的话 那非不劳给你介意 你就翻来覆去熟读 读到自己也能脱口而出的时候 你才真真正正就把它消坏了 好了同学们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文章的最后一个任务 你应该就干嘛了 该到备单词了 所以在我们备单词之间 我先就留个任务 请暂停一下 翻到你书后面 熟练的能够背下五六单词 如果你能够背下来了 差不多了 那么同学们 咱们再进行五六单词的一个词汇的练习和巩固吧 那么同学们 给你二十分钟的时间 赶快去翻到书的后面 一会儿我们不见不散 就要让我们的词汇 看看今天你是不是 这五到六单元的金山词吧呢 我们下一个词汇的练习和巩围 我们下一个词汇的练习和巩围 我们下一个词汇的练习和巩围